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和神好复杂 麒麟都不明白 主人更不会明白了吧 确实有些头疼了 要解开曹丕心结 不如让他崇林当日与曹芷决裂的场景 使君可以寻来七布师的手稿 那是他们兄弟最后的羁绊 只能这么试试了 好 好 好一个乡间和太极 好像来迟了一点 曹芷已经写完七布师了 这牢房内根本没有纸笔 他怎么把七布师写下来 纸笔和手稿 会不会被曹丕一起带走了 好 好 好 父亲杀了那么多人 你们说他杀法果决 孤要杀一个人 你们却只责孤暴虐 孤是天子 这天下的一切都是孤的 再没有人可以从孤这里抢走任何东西 孤身为帝王 身侧空无一人 也不能有人 陛下 滚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 你这一辈子只能孤身一人 只能相信自己 其他人 都让他们去死吧 不好 曹丕怒气深重 要被恶灵之气控制了 原来这七不诗手稿 是曹丕所说 快趁曹丕睡着了 复刻手稿 石军 可寻回了洛神复手稿 洛神复手稿 并没有让曹芷记起什么 珍福姑娘建议我们去找回了这个 兴许能解开你的心结 我能有什么心 不给你机会 让你说个够 把你想说不曾说的 你无话可说 既然此剑无心求生 那便饮了这杯送锦酒吧 不许能解开你的心结 空气 石头人生 相奸何太极 够了 你酝酿了这么久 就是要质问我相奸何太极 我是想告诉兄长 我们本是同跟上 这次爹爹又发什么火 父亲说我不该在朝堂上说那么多证件 言多必识 也会让别人觉得我故意表现 做爹爹的儿子好麻烦啊 话都不能多说 子剑不怕 等兄长长大了 一定保护子剑 让子剑可以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说多少都可以 那我先保护哥哥不着凉 哎 冲儿去得早 你父亲现在最爱你的文才 你也应当少喝些酒 多专心证悟 子桓 你也教教你弟弟 你们兄弟应当相互扶持 不可生的闲戏 不可生的闲戏 我与哥哥怎会有闲戏 除非哥哥再也不让我喝酒 再也不让我去游山玩水 哥哥 你会吗 母亲放心 子桓 一定会好好守护弟弟 古有心一统天下 大展宏图 你却跟一群逆臣 为汉朝扶桑 我只是无用文人 文人不懂政治 只懂兴亡哀骨 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 父亲也那样主义于你 父亲多么宠爱你啊 母亲也是 连你写了篇落神父外面 都传郑夫人与你两情相悦 你说你不曾觊觎 但这些 统统是你不费力气抢走的 以前我当你是弟弟处处让着你 但你也太不克制了 是弟弟不懂克制 还是兄长的疑心病 越来越严重了 他始终是我兄长 他的身侧只有我这一个弟弟了 公子将陛下当兄长 可是陛下只想当公子的君上啊 自古帝王家兄弟相征必有死伤 陛下杀心已起 公子不可再进宫了 我当他是兄长 逼 Jediו 秘宫 此剑 古想去抓住那杯酒 抓住顾的弟弟 如今孤才明白 孤不是恨子剑 孤是害怕子剑抢走孤的东西 也害怕别人抢走孤的子剑 当年孤怕他被抢走 就想毁了个 子剑不怕 等兄长长大了 一定保护子剑 让子剑可以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说多少都可以 到最后 是故自己 让子剑不能自由说话 是 你虽没有亲手杀死子剑 却毁了子剑 他最终虽没有饮下那杯毒酒 却被你外放疏远 失去了那份纯真自由 你我已然合理 曹家之事 便不要插手了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合理 我和你我和你不过是一对怨偶 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地说话 有时候分离是新的开始 我和你如是 子剑和你一如是 估计瞧瞧瞧子剑 你看 子剑现在多开心 当年 你软禁了子剑 比杀了他还令他痛苦 帝家兄弟永远被权势过歇 如今你还要用过去的一切去困住他们 古 世君 甄姐姐 这位是 这位便是 燕歌行和典论的作者 在下曹植 自子剑 不知足下如何称呼 在 在下曹丕 自子桓 与子桓兄初见 却像是今年故人了 我在史君处 读了你很多文章 真是精彩绝艳 下雨了 我最喜欢下雨了 天地被雨洗刷一新 连天体间的生灵都更可爱了些 以前总有人让我规矩行步 如今在望川 我自有 常去雨中喝酒 这酒和雨的味道混在一起 别有一番味道 啊 子桓兄对不起 我是不是话太多了 没有 子剑 你只管讲你想讲的 讲多少都没事 曹植不是恨曹丕 他是剔透聪明 知道如何与曹丕相处才是最好的结局 他们做朋友会比做兄弟轻松得多 望川真是个好地方啊 至少是个能重新开始的地方 儿子